而抗瑞颱风过后,离山地区主要道路一度封闭 目前,台八线跟中恒变道都已经恢复通行 不过在中恒东段、花莲的西宝、洛韶地区 因为土石崩落,连外道路中段沦为孤岛 有50位的居民受困 空情总队是出动空投物资 离山的居民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这一刻 车辆一步步通过管制站 代表离山地区的交通终于可以对外联系 颱风康瑞冲击离山地区造成灾情 台八线零三十七终衡变道 除了十一点八K路基冲毁 沿途还有多处落实 公务段赶工抢通 台八线六十一K到八十一K 得击到离山路段 中恒变道也在三号恢复通行 早上经过现场试车 确定安全状况无语之后 于今天三日中午十二点 开始开放变道通行 古关公务段表示 目前离山到台中市的道路都已经打通 八号前中恒变道 每天开放五个班次通行 希望居民尽快恢复生活 而在中恒东段的花莲 西宝多勺地区 目前另外道路中断 透过空拍照片显见 山壁大量土石崩塌 造成路段严重损坏 目前当地有五十位居民受困 由于道路抢通难度高 没有办法确定期限 空勤三号也出动两个烫次 对当地空投物资 大约七百二十公斤 而在新竹坚持的司马库斯 也因为对外交通中断 有一百五十人受困部落 目前粮食和药物 供给都快成了问题 三号下午空勤直升机 也在运物资 尝试舔进空投 但是因为山区能见度不佳 只好折回返航 预计四号将再度执行空投 希望尽量帮灾民解决生活所需 记得林建生彭幻群 台中花莲新竹报道